真丝和桑蚕丝有什么区别? 1. 真丝是在桑蚕丝的基础上合成的。 桑蚕丝是原料,真丝是经过加工而成的面料。 2. 桑蚕丝有很好的延伸性,较好的耐热性,不耐盐水侵蚀。 真丝属胶织面料,弹性好,缩水率相对较小。 3. 真丝是蚕丝统称,蚕丝中包括桑蚕丝、木属丝、做蚕丝等等。 所以,严格意义上来说,桑蚕丝是属于真丝的一种。 桑蚕丝是熟蚕结茧,使分泌丝叶凝固而成的连续肠纤维,也称天然丝。 很多生产企业又称为蚕丝棉。 它与羊毛一样,是人类最早利用的动物纤维之一。 桑蚕丝是天然的动物蛋白质纤维,是丝绸制造最主要的原料。 光滑柔软,富有光泽,有冬暖夏凉的感觉,摩擦时有独特的丝民现象。 degree性的aron14% 大跟海培ingo 顺利刑